有些信眾在廟裡求福 眾甚至喝福水保平安 但高雄期今 卻有一家四口 插點喝出人命 期今有媽媽在一起期間 到宮廟裡面求福水 但不是這種胡阿醉 而是廟宮加了 大花曼陀羅的防疫水 導致家中三人中毒 高雄期今五十五歲的婦人 在廟裡求取防疫福水 夫妻兩個二十一歲的兒子 各喝了一口大約二十CC的福水 大女兒下班之後回家 她就發現媽媽怪怪的 開始胡言亂語 還大哭大笑不受控制 趕緊帶媽媽去醫院就醫 但沒想到過程中 媽媽還一度在急診室裡暴走 連醫生都快抓不住她 而爸爸則是騎去醫院的過程中 整個大迷路失了方向 兒子則是出現頭暈症狀 最後十有親戚 將父子倆送到醫院檢查之下 才知道三人中了花毒 後續有去追查是說 可能有一些曼陀羅花的一些 去煮湯 把它當作成是一個 抵抗新冠肺炎病毒的一個 藥用來使用 因為當時疫情緊張 還沒有疫苗的情況下 房間開始出現偏方 這一株白色的大花 就是這次主角大花曼陀羅 從種子果實到花瓣整株都有毒 具有麻醉陣痛的作用 早期被用來頻傳止咳 但使用過量可是會致命 只是一般宮廟的浮水 通常不會浸泡大花曼陀羅 這樣 好 這個浮水的原色就是 給你盆地把孩子 擦擦擦擦這樣 大廟一般會有的泡花浮水 用的是供桌上的無毒鮮花 而且水只用來擦拭身體 並不會直接喝下肚 這是地方媽媽悟性偏方 一家人還沒確診就先進了醫院 TBN新聞 方辰流璇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